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这个课后的阅读习题 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 上节课我们学了一些什么样的知识点呀 频率副词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们在单词当中有学习到形容词 near far 以及fast 频率副词当中学习到了usually跟sometimes 句型 usually I go t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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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blah blah 或者是on food 后面还有一个原因的赘述 because 以及 I usually go to blah blah buy blah blah on blah blah because 后面接我们的原因 接下来一起来看到今天的这个阅读文章 首先请大家仔细的来观察一下这幅画 那么话中是有几位主人公 没错 one girl and one boy they are talking now 第一步 read the passage and answer my questions 第一步我们需要阅读文章来回答缺儿的问题 接下来是缺儿的问题 看缺儿出了哪些难题给大家 question one where are they going this afternoon? 他们今天下午要去做什么? question two how do Zhang Peng and Sarah go to the park? 主人公 张鹏以及 Sarah 他们要怎样去公园呢? question three where is Zhang Peng's home? 张鹏的家在哪里? question four what time are they going to meet? 他们准备几点钟见面 接下来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来阅读这篇文章 并且对应的完成缺儿出道的这四个题目 好 那么这四个题目的答案大家都已经找出来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where are they going this afternoon? 他们今天下午是要去哪里呀? they go to the park 注意关键词 park 完整的句型回答就是 they go to the park great 那么第二题 how do you jump on and Sarah go to the park? 那么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到我们的公园呢? 注意 然后他们要去公交车站 然后他们要去公交车站 then they go to the park by bus 最后呀才乘坐我们的公交车去公园 那么大家注意这个地方一定要完整的回答 好 来看到第三题 where is 张鹏's home? 那么张鹏的家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啊 文章当中可以直接找到 his home is near the post office foil me post office 在这里是邮局的意思 last question what time are they going to meet? 那么他们是几点钟要见面呀? ture o'clock 在这里呀 我们要加上一个这个借词 at two o'clock 用完整的句型 at two o'clock 那么这四个题目啊 让我们可以大致地了解到 那么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 对 讲的就是张鹏跟Sara 他们要去公园玩 然后以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以及他们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来碰面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到原文 来仔细来看一看这篇文章的句型 Sara, let's go to the park this afternoon Sara,让我们今天下午一起去公园吧 great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great表示是非常好 太棒的意思 great but how do we go to the park? but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 连接词表转折 but how do we go to the park?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公园呢? it's easy come to my home by bike we can go to the bus stop on foot then we go to the park by bus okay but where is your home? my home the room is near the post office which floor floor 在这个地方指到的是楼层 which floor which floor the fifth floor room 5a okay this afternoon see you at two o'clock see you then 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这篇文章当中 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新词组 新单词以及新句型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步 let's study 让我们仔细的来学习一下 这篇文章当中 学习到的新的词汇 首先 let's let's是一个缩写形式 那么它的完整缩写呢 是let us 让我们 follow me let us let us 比方说let's go 让我们一起走吧 let's sing 让我们一起唱吧 这样的就表示让我们的意思 let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动词 动词的后面我们要用到的是人称代词的什么格式啊 宾格 对 动词后面用宾格 接下来看到这个单词 park park 公园的意思啊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停车场 park 它还有动词 动词呢 是做的停放 寄存的意思 注意到park 它做名词的时候 是公园跟停车场 那么做动词的时候 它是停放 以及寄存的意思 bus stop 大家可以看一下 bus代表的是公交车 stop代表的是停止的意思 那么可以推测一下 那么bus stop 代表的什么意思啊 对很好 就是我们的公交车停的地方 我们叫做公交车站 以及 post office 又是一个短音音 我们之前有讲到 短音音的发音规则是要收小负 短而急促 那么post office 它代表的就是游局的意思 首先看到这个音标 Floor代表的就是名词啊 楼层地板以及我们地面的意思 那么回忆一下刚刚文章当中讲到 张鹏是住在多少楼啊 Fifth就是我们的第五楼 注意一下这个音标当中的 这个th是一个咬舌音 Follow me Fifth 第五或者是五分之一 第五或者是五分之一 OK let's read these words together Let's Let us Park Bus Stop Post Office Floor And Fifth Great 那么这是在这片阅读文章出现到的新词 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新的句型呢 See you then See you then 在这个地方它指代的就是 再见 到时候见 那么这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容易出现到的一句话 See you then See you then Great 使用的句型我们来写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Let's 让我们 Do something Let's do something 那么指代的就是 让我们一起来 做某事 How do we go to the park? 好 这是一个特殊疑问句 How do we go to the park?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公园呢? 以及 First Next Then 这三个连接词分别表示的是 首先 最先开始干什么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 然后干什么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的文章当中 在作文当中 大家可以时常把它写进去 那么这样子 我写得你的文章 更加的更付逻辑性 Follow me First Next Then 比方说 却要举个例子 First I Get up Next I Brush my teeth Then I Go to school 首先我会先起床 然后我要刷牙 最后再去学校 那么这样子 是不是显得 你的整个语句 以及整个文章 会更加的 附逻辑性一些 这个可以常用于 我们的作文当中 那么同学可以看到 我们第六页的这个文章下面 还有两道习题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缺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请你根据文章内容 将下面的两道习题完成 那么大家习题完成了吗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检测一下这个答案 Let's check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 How do Zhang Pong and Sara go to the park 那么这个地方是我们完整的回答 First They meet at Zhang Pong's home Next They go to the bus stop On foot Then they go to the park By bus Question 2 Where is Zhang Pong's home? His home is near the post office 那么大家可以检查一下 看看你的答案 是否是跟缺的一样的呢 如果有一些小的出错的话 请你进行更正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以上 对这篇文章进行的分析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 See you next time